大家好,歡迎回來到實際系列 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九香片 就會知道豪華國住客可以選擇去哪裏吃早餐 而港香當然亦都不理我 選擇共和高達三個 分別是七樓的Cafe 2 五十六樓的豪華角 以及五十六樓的Petrusse拍翅餐廳 最後我們就選了最少機會去的Petrusse 亦即是前一晚三度菜晚餐的出品餐廳 不過當然吃的東西就完全不同 純粹是為了吃它的景 窗外照舊對著很可人的海景和豪華角差不多 但裏面的裝潢簡直就是不得了 整個歐洲宮廷見媒廳這樣 有終晚上就會搖身一變變成晚宴派對現場的感覺 比旁邊的豪華角就更奢華 在這裡吃早餐簡直感覺是奢侈 璀璨奪目的水晶吊燈 高貴的涌布連幕 一絲不絕的山桌佈置 令餐廳披上奢華的巴黎沙龍外觀 窗外美不聲色的海景更加感上天花 這段就是米智蓮官方對Petrusse的評價 是否看完之後都很想一窺究竟呢?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選來Petrusse吃早餐就千萬不要錯過 今天跟九香一樣 這裡的豪華角早餐是半自在形式的 款式就比九香多一點 例如頭盤的風乾牛肉 紅菜頭三文魚 用來開胃好好的瑞士動物片 自家製草莓娛樂飲品 又或者是麵包裡的香吉利拉特色牛角包 上次的九香只是看到原味而已 這裡見到明顯的款式是多很多的 還有它放到好像一個小雪的Bakery 令人見到就會很想每一款都拿來試試看 而西遊汁、橙汁和牛奶也是自己在外面拿的 咖啡和茶就直接向職員落單按就可以了 你見到它整體的擺盤、選擇碟的色系 和食物的款式 都是感覺比上次九香的來得要精緻的 當然環境的滲透也是其中一個豪利的因素 不過跟九香不同的是 半自在區域的全都是冷盤、沒有熱食 如果想吃熱的話 就只可以叫做主菜 所以我們今次的重點就來了 這裡的主菜跟九香非常不一樣 說的不單是款式 還有形式 就可以吃幾多、硬幾多 換言之就是喝點 以下就為大家介紹可以選擇的主菜粉色 首先有自選煮法雙蛋 太陽蛋、燒蛋、水波蛋、炒蛋通通都有 但大家記得沒有Ex Benedict 否則你不小心點了 職員就會用比較大的聲量提醒 另外也可以選擇暗裂 可以選配火腿、蕃茄、蘑菇、燈籠椒 香草法式酸忌廉或者熟成康提芝士 另外再加三款自選配菜 包括火腿、煙肉、香腸、血腸和炒蘑菇 而如果想要多一點點的澱粉質 就可以選手作竹式麵半上湯鮮蝦豬肉混吞 麵質彈牙 而混吞雖然小小隻 但這個餡料都蠻版本的 還有自選三款點心拼盤 可以選燒賣、鮮蝦餃、素餃、牛肉燒賣、炸春卷 奶黃包和饅頭等等 味道正常不是太突出 但就適合喜歡喝早茶的朋友 如果一大星組想補充多一點糖粉 就可以選Pancake或者比利時鍋庫 會有豐糖漿、牛油和雜妹三款配料 雖然就heavy一點但真的大滿足 如果嫌單點麻煩都不用怕 也有一些設定好的套餐可以讓你選擇 例如不太適合楊少編選的純素之選 或是楊少編有艾都的鷹式早餐 裡面有自選雙蛋、煙肉、香腸、 以外地鹽腥、有驚喜的血腸、 烤蕃茄、蘑菇和薯餅 另外也有主打鹽漬三文魚或青魚的日式早餐 還有竹品四選一的中式早餐 竹可以選擇白竹、雞肉竹、豬肉竹或牛肉竹 更是用砂鍋上的 非常熱烈和好吃 而且一點都不水 再配上蒸叉燒包、油炸鬼就非常完美了 甚至你想Fusion一點 中西兼備的話也有火腿煎蛋番茄通粉 西多士配腸粉燒米的港式早餐 今天餐廳每天都會有個特別推介 寫在另一張Menu上 這一天就是蟹肉奶油蛋餅 又creamy又香口非常好吃 楊少編都忍不住追加了一份 今天大家看到影片的標題 可能會覺得我們誇張了 但絕對不是開玩笑 因為四位楊少編前後一共點了12份的主菜 擺滿了整張桌子 唯一比較可惜的 就是有幾款還未點到的 不過大家記得真的要吃得完才能點 千萬不要麻木跟隨養少編 因為我們是真的可以全部都清掉 然後職員還會問我們夠不夠包的程度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亂學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一集會和大家補充一些關於港鄉的重要資訊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